我感冒了之后我多喝水 甚至我喝咖啡沥尿 是不是就可以让我的感冒病毒赶快排出去了呢 喝水是增加我们的水分的血液的循环 增加说我们那个白血球 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场场所 但是你病例真增加不代表说 病人还是一样猛啊 据说中医还可以斩草除根根本溯源的来斩断感冒 西医还厉害真的假的啦 要预防感冒的重点就是 你就不会感冒啦 别人感冒你都不感冒 被传染又怎么样就来啊 我加很多发泡订 我加很多发泡订 可是你要把你的腿抬起来 然后走去泡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自己快感冒的时候 我就会喝个五六颗吧 你们不是说多的就排出去而已耶 没关系啦 对啦 可是像我胜中医 如果超过两颗的话 会增加冒险 欢迎收看健康林俱离 我们说现在呢秋天有一点蚯蚓浓的感觉 最严重的是什么 就是感冒也跟着来了啦 不知道你家现在呢 有没有人呢 在现在入秋之际下秋之际还没感冒过 恭喜恭喜你 目前还恭喜你好不好 因为呢 诶 像我呢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我就已经感冒了三次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换季怎么就开始感冒了呢 秋冬怎么就有感冒的旺季呢 而且呢是一再感冒 诶 有可能这样子一而再 再而三的感冒的吗 可以这样子吗 怎么会这样 我们今天就要来找来很多的这个医生专家 还有超怕感冒的艺人 来跟你分享他的防感冒妙招 而且呢人家就说好这感冒之后呢 我们该怎么办 看医生吗 吃药吗 那有没有一个 从根本溯源来根治的方法呢 有没有办法不吃药 就可以自己疗愈自己 自己好起来呢 今天我们要分享很多 防止你感冒家具的小佩帽 如果你小感冒还可以自己变好喔 真的有这么神奇呢 真的啦 来我们今天呢 赶快来介绍超级怕感冒的艺人代表 就是我们的刺小姐 嗨 大家好 感冒真的是不要来 我家有小孩耶 就发传染给小孩了 再来呢 要怎么样面对感冒 现在呢 其实你有一个新的选择 你除了去看佳医科之外 有一个所谓叫做整合医学 这什么东西等一下介绍给你听 好整合医学的专家代表我们的医师 江冠宇 江医师 嗨 大家好 我是江冠医师 我们今天来启动自愈力 告别感冒不生病 那中医其实也可以告诉大家 如何面对感冒 也说看感冒不止西医 其实很多人也去挂中医 为什么呢 来 欢迎我们的型男中医师 刘李维 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刘李维 预防感冒中医有妙招 告诉你三个可以做三个不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说这个爸爸妈妈家庭祝福 一定要知道吃什么才对 防感冒吃也很重要 所以欢迎大家都很熟悉也很喜欢的 我们的美女营养师 李孟凡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李孟凡 六种感冒克星营养素 让你提升抵抗力 不过我们这种新手妈妈 我们还算比较没有经验 面对感冒我们都很怕传言给小孩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很神经的一些行为呢 我跟你讲 我只要一感觉到喉咙有点卡卡的 我耳朵有点痒痒的 耳朵痒 耳朵痒也是感冒的一种 头有点痛痛的 一点点痛痛的 然后吃EV都不会好的时候 我就会立刻去耳鼻喉科报到 因为真的就是太害怕感冒传染给小朋友了 而且你知道现在如果小朋友感冒 我们就完全没有后援嘛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 我们如果感冒就会传染给小朋友 所以就会尽量在快要感冒的时候 我就去医院打针 我会自费 我会请医生就是 我会自费让医生帮我打针 拿什么针 就是他们就是有那种抗生素 就是你快要感冒 那个应该是消炎针 消炎针就是类似的 还是一点滴食盐水 没有认识 妈妈没有空打点滴 妈妈要三秒滴下去就好啊 没有空打点滴 就是赶快让他消 然后不要传染给小孩 那是我自己的最那个的那个 因为其实感冒 大家都有感冒过 其实感冒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病症之一了 不管大人小孩老人 然后老少少都一定会感冒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考大家 有没有久病成良医 来请问感冒要立刻看医师吗 好我个人会等个三天 当然要啊 小刘医师 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如果 大部分人对自己健康保健的概念 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我会建议一开始有点症状的时候 就立刻来看医生 我会直接告诉你说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 甚至拿一点药回去吃 让他好的比较快 不然有些人他可能病拖久了之后 他免疫力差一点 他可能会拖到比较严重 严重更严重的就是到肺癌 不是肺癌 肺炎 或者是就是更严重的感染之类的 有个严重的感觉有差 可是医师你是用中医的角度 还是西医的角度 其实很多老年人在冬天流感的时候 之所以会严重到住院 也是因为大部分都是肺炎的关系 他一开始的症状可能就是类似感冒的症状 但我会觉得既然你都已经看到症状 有点小出来了 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弄截断 就不要拖到这么后面去 所以看中医也是可以有症状立刻去看的 可以可以 所以你这个好你就不要说了 你就是已经激进到 你还要直接去注册了 一定要 我跟你讲 就像刚刚刘医师 你看医生佐证我的话 他说要看到有病症的时候 咬下去 咬下去 不要让它延伸 可是我们西医的态度不一样啊 你看我们科学 来 咬一下 呼应到我们一开始的口号 人任何生物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治愈力 我们白血球也不是长假的 我们学很多的道就是要学个中庸之道 千万不要过犹不疾 不要说太恐惧 每天都去看医生 每天都去逛医院 这个不对嘛 但是你到时候完全都不去看医 完全都不去看医生 不去医院 这个好像也有点问题吧 也不是这个是很有问题啦 就是说你至少就是 我是给你 我会说给一般人三到四 甚至有七天的观察期 那一般人病程七天 应该就要把它走完了 这是上呼吸道 我们说 那个感冒叫common code 就是共同的症状 其实造成我们感冒病毒有两百种 甚至包含流感新冠 新冠怎么也会是感冒 因为只要停留在上呼吸道的感染 其实都是感冒啊 只要没有到下呼吸道那就OK 可是如果在你七天 还可以打这么久 代表知道 这个成呗功德有点限 大魔王喔 这个时候就要来找医生帮忙补充弹药 所以就是其实三到七天 都可以试着自己对抗看看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还有接下来的问题 蔡小潔很有feu 感冒打针就比较快好 感冒呢 应该是吧 比较快 我们两个麻瓜来看一下 中医的观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大部分打针 都是打比较强效的消炎止痛药 那这个时候可能在发高烧的人 他的烧会立刻退下来 或是会比较舒服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在把你自己身体 对抗病毒的免疫力压下来 就是我们身体之所以会体温变高 是要拉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透过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去跟病毒对抗 但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你可能会好个两三天 但接下来等于 你没有机会培养你的军队 你知道吗 你的军队没有训练 他下一次遇到这个敌人来的时候 他可能就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可能还是会病得蛮重的 那你又得再去打针 就比较不容这个长远来看 像有一次我小孩就是有点感冒 然后快发烧了 你知道我老公怎样吗 给他喝水 不是 他说太好了 我说哪里好 他说小孩终于有机会可以抵抗病毒了 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增长抵抗力了 天啊你老公好像蛮有学问的 我当下很生气 我觉得你这个怎么这样当爸爸的 没想到我们的节目 竟然也有意外的收获 就是帮助适合的夫妻 重新来一起起来 把我们的余妇教育一下 老公要感谢我们 好 再来有一个我们可能可以教育一下 所有的阿公阿嬷们 有一种冷叫做阿公阿嬷觉得你冷 有没有 来 迷思 穿这么早 流汗 又渗掉风 是不是会感冒 来 我个人是不相信 来 我们西医派的人就是都跟我一样 觉得对没有关系 来 中医派的你独排重医 你跟我们余妇蔡小致一派的 来 我们听听看 中医来看这件事情 大部分的感冒 就是我们所谓的风寒的问题 所以这个寒都已经写在上面 就是有这个病因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常在 就是因为很常跟人家吵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不信的话呢 你就把衣服淋湿 然后去冷气底下吹个半个小时 试试看看 看你会不会早量感冒 来 江医师 不好意思 我还要说我的观点 跟你没关系 OK 那英国因为做过一个 很有名的实验 大概是在我们出生之前 1948年 他是说那个是感冒 感冒研究中心 一群人 实验组 志愿组 他们冲 扔水澡 然后冷的涩涩发抖 然后穿衣服只能穿丝袜子 那他们很不舒服 就是淡淡的那个袜子 不是丝袜啦 是吃掉的袜子 然后另外一般人 英国很冷嘛 另一边人就是穿的很暖和 对不对 结果你看两边 在当季感冒的 里面真的发生感冒的比例 有没有差异 有没有差异 没有差异 没有差异 主要是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会在冬天 或者说在换季的时候 会觉得天气变冷 感冒可能会比较容易 其实是因为说病毒颗粒 它在那个比较冷的环境之下 它会存活的比较久 这个在新冠那个时候 也是有探讨到这个问题 其实是因为刚好你的环境里面 刚好有代渊者 这个代渊者会透过 这个代渊者会透过这个环境 会传播的比较厉害 所以这是你穿再多都没办法避免 所以这可以解释说 英国那项研究 其实决定说你的周遭 你那些感染 或者公共卫生习惯 那些感染源多不多而已 当然就也会有人说 好像说我带冷气虾 他气不敢感冒 对不对 小朋友是不是会这样 有时候都说 因为是体温比较低 所以引起这些 身体的自主的机制 分泌物会变得比较多 当然会这样子 但是感染是感染的症状 它一定会走完七天的流程 病程 但是如果说那种 有点小小的那种 什么气温的反应 夏天我会流汗 冬天如果说我着凉的话 我会有些分泌物 可是那个两三天 甚至说一天就走完了 那种不算感冒 着凉 对他们来讲 着凉不算感冒 对 没错 着凉不算感冒 对我们来说 着凉就是感冒 好 今天这样子的 这样切点OK 这个算是同源 OK 了解 没有互相的排斥 OK 好 我再问个问题 那有人就说 好啦不管怎么样 我感冒了之后 我多喝水 甚至我喝咖啡 沥尿 是不是就可以让我的感冒病毒 赶快排出去了呢 我就会比较看好 人家所以才会说 多喝水 这样子 病毒比较快排 我有听过这样说法啊 对不对 多喝水 多喝姜茶 多喝什么 姜茶是暖起来身体嘛 对 然后说喝水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的代谢变快啊 嗯 这不是大家都这样讲吗 很合理 这题一定是对的 江医生要跟我说 怎么样就是七天哪 对啊 对他就是七天 江医生 不能这样子 喝水本来就是会有好的效果啊 不是就代谢比较快吗 喝水是增加我们的水分的 血液的循环 让我们代谢变得很好 那代理是增加说 我们那个白血球 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一个 场所嘛 但是你兵力增加 不代表说敌方 攻击就不会比较弱啊 敌方还是一样猛啊 可是至少我们兵力增加啦 但是他的问题是对 就是病毒没有少 敌军没有少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都不会影响敌军的数量 除非我们的白血球把它们吃掉 是这样吗 逻辑正确吗 没错 专家们都说我逻辑正确 营养师都会叫我们多喝水 对啊 我的看法跟 没有就他不是把病毒 赶快排出去 对 对 你的敌人不会因为喝水减少 对 他还是会在你的体内 对 七天之后再来萎缩 不管你有没有喝水 他就在你的体内 但是如果喝了水之后 我们可能身体比较强健 对 可以对抗他 哦 那是保健用的 不是用来打仗的啦 就是保养用的 反正就是为保你的冰 为保你的士冰可以打仗 这真的是一个 要厘清的概念耶 好 还有一个概念 请问维他命C多补充就不会感冒了吗 这个我是觉得 欸 蔡小姐很称职的做我们从头到尾的余副 我们之前那个清冠的时候 维他命C是不是卖到缺货 为什么维他命C会卖到缺货 因为他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 越想越心虚的感觉 欸 我真的 我真的有喝 但我还是有救 只是我没有 只是我没有重症 我没有重症 OK啊 你有打疫苗吗 有 打三级啊 对啊 所以你的没有重症应该是跟打疫苗有关系 跟喝维他命没有关系 那 那维他命C用来干嘛的 好 好 来来来 营养师 这个问题从我念大学的时候一直吵到现在 就那时候 教科书上会提到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 研究现在做了很多 所以总而言之到现在看起来 他其实没有预防 预防感冒没有 那维他命C用来干嘛的 他有一篇 2013年的时候 像好 维他命C你这个东西存在是干嘛的 他从来我们买了很多耶 他确实在免疫上扮演非常多的功能 但是对于预防感冒 研究做起来是无效 那2013年 虽然已经10年前 但是是一篇非常大的研究 那时候有做 就是发现只有常规补充维他命 补充记忆的人 他可以缩短感冒的病程 跟就是降低他的严重度 但是那是常规补充的人 而且缩短的效果很有限 就比如说少个10小时之类的 对 那如果你平常没有常规补充 然后你觉得你感冒 再来补的话 其实已经没效 但研究结果有提到 他说因为其实补充 这种人比较容易是感冒的高危险群 做什么样的事情 免疫力会变得很差 熬夜不睡觉 那就是造成我们的身体 急事有点混乱 当然还有种种是营养不良 你过度解 像很流行的什么断食法 其实我不是很推荐 尤其是让把你自己 瘦成跟子骗人的时候 我看就觉得有点危险 我觉得蔡小杰很危险 蔡小杰就是感冒的高危险群 蔡小杰怀孕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在比胖的 我胖了26公斤 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 蔡小杰胖了30公斤 但他现在全部瘦回来了 锁骨都跑出来了 过度结实 医生这个是不是危险 这个当成是一个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现在有健身观念很盛行 其实还要注重 我们现在要注重一个 新的指标除了什么BMI之外 还有个是体脂 体脂肪 对那种 那种我们说不运动 就是因为说 你可能肌肉量相对比较少 肌肉那种小其实很致命 但是那种代谢会变得很差 肌小症 对对对 没错肌小症 你代谢变得肌肉少 代谢变得差 那你的免疫力 自然也会变得比较弱 那最后就是牵涉到维他命D 那就是说不晒太阳 那就是说 每一种维生素都有扮演一些角色 甚至功能会有点交叉 所以说不晒太阳 那你维他命D 他这个过程就是少了那一步 那你自己可能就是 免疫力就会变得再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说基本上 每天还是要推出去晒太阳 不是要走出去晒太阳 15分钟这个概念 没错 15分钟就够了嘛 对但是不要曝杀太厉害 像阳光好像比以前还要那个 对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挑正中午去补 不运动的人也是一个高危险群 好 其实还蛮容易中的 对 我们来问一下真的 中西医有没有什么预防感冒的妙招秘方 好了 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江医师 打疫苗是绝对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除了说 有些人像新冠 我刚刚讲新冠没有到下肤道 它也是一个上呼吸道的感冒 所以有些人可能打到第三剂就停了 那些第四剂还是要把它打完了 真的假的 以后的频率大概 因为现在还在变异 所以大概是每一年要打一次 病人跟流感一样了嘛 其实流感也要打 流感也要打 这几乎是我们正常人这个年龄 大概是一年至少要打一次 流感跟疫苗都是吗 对 没错 流感和新冠都是 像美国现在是另外一个感冒的病毒 叫做呼吸道融合病毒 那很容易感染小小肺炎 他们现在疫苗也丧失了 台湾打得到吗 这个我们俩上去打 赶快我们俩才去打 那个大概 未来台湾是迟早的啦 台湾还没有打不到 我可以自心问一下吗 因为我的小孩 我就是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给他打疫苗 像我们大人我就觉得可以 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够 可是小孩打疫苗的时候 就想要发烧 所以他每次打完之后 我都觉得好后悔 我是不是不应该给他打疫苗 对 有时候小孩是因为 他的免疫症正在学习 所以说他每次 不管说是真的病毒 或者是说是那种 那个上成功林去打把 打那些恐怖弹 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弹 他就全部子弹全部都丢上去 所以说就算打疫苗 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应 可是他在学啊 所以不要觉得说打疫苗 不要害怕 不要后悔 对 好打疫苗最重要了 流感疫苗或什么什么 然后还有刚刚医生一直讲说 生活的习惯也很重要 生活习惯很重要 但是我想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通病 构造的人都是那个农业社会嘛 就是蜡烛嘛 那所以说 顶多就是太阳下山 再撑点时间就要去睡觉 可是我们现在电灯一发明之后 会通宵到半夜去 这其实都在杀我们的免疫力 但其实睡眠的正确的观念应该是说 我至少睡第二天起来 我是精神十足的 如果你第二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累很累 小心喔 你这个样子保持下去的话 那其实你可能隔了一年之后 你的免疫会下降非常非常多 来来中医有没有办法来预防感冒 而且我听说啊 刚刚制作人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多问喔 因为据说中医还可以斩草除根 根本溯源的来斩断感冒 西医还厉害真的假的啦 中医比较厉害 这个要回答 哎呦 挑起竞争意识 来来来 这个我们要先假设一下 就是有风寒这件事情 既然刚刚吵了这么久 我们就还是先假设 就是低温的环境 一定会让人比较容易得到感冒的问题 所以要预防感冒的重点 就是要让我们的体温 尽量可以拉高一点 所以再来就是一开始 趋寒 避寒一定是要做的 尤其是我们背后脖子这个地方 我们膀胱性的位置 有一个风磁穴 我们都讲喔 你这样子这个摸 它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 好 来来来来 蔡小杰的脖子给搭一下 好 风磁穴就在脖子两边这个地方 这两个点 那尤其是这一段到下面这一段呢 都是我们最容易受风寒的地方 我们尽量保持脖子颈部这个地方的温暖啦 平常围个脖围啊围巾什么的 然后尽量不要让这个地方湿掉 尤其是现在夏天 你就说围一个围薄 夏天也要把它这样子围起来 夏天遇到的问题是 台湾因为太湿热了 所以一直会流汗 对 你只要一进出冷气房 你就会在一个流汗的情况下 进到一个很冷的地方 对啊 所以要不就把你的汗擦干 要不就把这个地方把它遮住围起来 你说这一段是不是 对 把他这一段围起来 夏天比较实际的时候 前面也要围吗 前面比较还好 后面是比较长瘦量的地方 所以你拼一下其实就好 不然我就贴个 如果长头发盖住呢 也是一样的意思 长把的女生还可以避风 避风 好不错 还有呢 膀胱筋是这一条吗 对 这两边这两条下来 这就是膀胱筋 那也要把它遮住吗 应该说 尽量不要让它在湿的环境下 吹到风 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一段是我们最容易 受凉受风的地方 所以流汗其实应该要把它擦开 来 小杰可以了 谢谢 然后另外呢 就是食物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让你吃一些 体温会拉高的食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就是吃一些东西 像是比较辣的东西 泡菜 然后葱 姜蒜多的东西吃了之后 你身体会吃了 甚至有些人 他会开始流鼻水 那些都是一个 我们觉得是好的状况 就是身体在排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就是可以尽量多吃这类辣的东西 会让你身体暖起来的东西 那就可以预防感冒 但你刚刚说斩断病根 怎么样斩断病根 你如果免疫力好的话 你就不会感冒 别人感冒你都不感冒 被传染又怎么样就来啊 那跟整合医学是讲一样的事情 哎呦 你们又没有 又是一样的 恭喜啊 这个根本是我原来 不过呢 我们有没有什么感冒的时候 可以稍微急救的方法在中医 或者是感觉快要有一点点受风寒的时候 之前有听说过有医生是用刮痧 可是我觉得他讲的很荒谬 因为刮痧不是用中暑才要的吗 跟感冒有什么关系啊 有一种中暑是因为它的受凉中暑 我们叫做阴暑 就是夏天一直流汗 然后又受寒 你是说夏天一直流汗 进到那个冷气房锁住这种 这种热都闷在里面了 所以你的热发不出来 就会觉得人很热像中树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想办法 让你体内的热让它发出来 那这个过程跟你在感冒做的治疗 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要透过身体的热 把体表的寒气散掉 你的感冒就会好 所以在做刮痧的时候 这个行为对于感冒也是有帮忙 要示范吗 来来来示范一下 再学起来 我们以后就可以教一下 那平常呢 我们大概就是可以 看你要不要抹润滑的东西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用凡士林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按摩油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沿着刚刚讲的 太阳膀胱睛的地方 这样子一路刮下来 好舒服喔 真的很舒服 尤其是有一些 平常肩颈比较僵硬的人 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 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受到凉风 肌肉都缩紧了 才会有肩颈僵硬的问题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感冒呢 其实平常没事可以刮一刮 那请问 它有用力吗 它有在用力吗 看起来好轻喔 其实刮纱轻轻的 真的有纱 它立刻就会出来了 不用刮到全身都是青紫色的 我看你现在就有一点点 红红的开始出来了 你就是顺着那条最大的筋 这样子刮下来 对 你要做得再全面一点呢 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刮一下 请问一下 刮纱是可以自己在家刮 还是说一定要去找 不用啊 像我就这样子 就这样刮一刮就好了 其实自己也可以刮就是了 对啊 蔡小杰你真的很容易感冒 很红了 很红很红耶 随便刮一刮 而且我没什么用力 我就是这样轻轻的刮过去 我看他真的很轻松的用划的 蔡小杰会不会很痛 我觉得好舒服喔 像按摩一样 很像在按摩 而且我也是已经出纱了耶 你知道以前爸爸妈妈在帮你刮纱 是那种 那种挂真的很痛 然后他刚刚在刮我就想说这样刮有效吗 根本没有感觉 对因为我也看他真的简直是用刮的 没想到这样就有 但是真的就已经出纱了 可是真的是很舒服 我觉得我刚进来的时候头有点闷闷的 但我现在就觉得我比较好一点点 那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中医也分享了这个感冒预防的方法了 那你们营养师的部分有没有教大家 预防感冒的方法多吃什么呢 有就是比较有科学证据的几个营养素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paper里面弄出来的 对 第一个其实就是刚刚一直讲到的维生素C 就是它其实是常规对你的免疫细胞有一些很好的效果 然后再来就是A还有D还有B 最后还有矿物质是C跟C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人体的免疫其实分成先天性免疫跟后天性免疫两种 然后这是我自己画的东西 对就是先天性免疫像是皮肤 它叫做营养面包 它很会画涂 所有的东西都是它自己画的 谢谢就是对就是像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低到屏障 细菌要进来就是要经过皮肤 所以皮肤的完整也很重要 或者像我们的胃有胃酸就可以杀很多菌 这些叫做先天性免疫 那后天性免疫就很复杂 就是牵涉到各种免疫细胞什么T细胞、B细胞这些 对那所以刚刚那几个营养素就是针对这些功能 像维他命C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皮肤的完整性 然后有一些抗氧化活性 然后它对很多的那个细胞 像T细胞、B细胞也都有它的作用在 T细胞、B细胞是什么 这个应该要请医师来解释 那个B细胞 它是零八球里面专门去打子弹 就是我们那种打那个疫苗之后会产生抗体 那个就是B细胞在做的 那T细胞是它不打子它是自己来 或者是说它分泌一些激素来刺激B细胞 或是说我们其他的 像最前面那个白血球 来刺激它们的那个反应 比较像是有点指挥官 但它也会有时候会扮演说去杀那些癌细胞的角色 指挥官但自己也会作战 这样的概念 再来就是D D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免疫细胞上面都有维生素D的手气 所以它在免疫上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才算要去晒太阳 对 然后再来的话像维生素A也是 维生素A对皮肤很重要 我们刚讲到皮肤是D到屏障 所以它也会跟T细胞、B细胞有关 然后再来的话还有维生素E E是脂溶性的 然后它也是抗氧化跟维生素C一样 它可以维持我们细胞膜的完整性 大概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对 那C跟C这边没有画到 但是它也是对各种免疫细胞等等的都有帮助 那我们实际来吃吃看好了 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够对抗感冒 真的有感冒克星呢 健康健康之后我们来增广问看 吕梦凡到底有没有办法靠吃 能够来对抗感冒 好想知道喔 今天知道的叫做番茄香菇炒牛肉 对就食材很简单 听起来超级没有对抗感冒的感觉 有有有有这都有理论基础的 因为牛肉就是刚刚讲到的两种 礦物质辛跟C它都含有 对那番茄的话就维生素A嘛 对然后再来香菇的话 是因为晒过太阳的菇类会有维生素D 所以一定要是干香菇吗 就是它会比较多 因为它照了那个UV之后会合成比较多 所以用干香菇比较好 因为干香菇晒过太阳 什么菇落水吗 其实菇类都可以 但是要晒过太阳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其实是负责提味的功能 然后还有蒜头也很重要 蒜头就是也含有锡 这个特殊的元素 对所以会加蒜头 那就是不只炒香 就是大家也要把蒜头吃进去 就是比较能够吃到它完整的营养素 这样子对对对 跟大蒜素是有关系的吗 大蒜素也会对抗功能 大蒜素也很好 对大蒜素的其实功能很好啊 就是各方面的健康都有帮助 对我听说过就是人家就是 像人家就教我说 你把那个洋葱打成泥 然后去混给宝宝吃 说这样可以预防感冒 增加免疫力 这是对的吗 可以吗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有 那个西方的科学根据 那如果给宝宝吃大蒜呢 大蒜就是它里面 你会吃大蒜吗 应该是会呛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但不是不能 对 你宝宝应该不想吃吧 如果把它煮熟 是不是大蒜就不会呛啦 就是你把它拿去一起蒸 这样应该可以吧 就是对啊 没有不行 其实没有不行 对 那为什么好像都没有给宝宝 小孩子吃这个食材 太刺激 就是主要是味道上面 它会吐出来吧 对 宝宝喜欢吃比较清淡的 对 那如果我这道菜 把大蒜换成洋葱的话 效果一样吗 不太一样 因为我会挑大蒜主要是因为锡 就是因为这个元素 那如果不敢吃大蒜的人 也要有锡 那可以换成什么 锡就牛肉里头也有啊 也有 对对对对 其实锡它主要是存在于蛋白质类的食物 里头都会有 结果竟然大蒜你有 就竟然有一个大蒜里头有锡 所以我才会特别挑这个食材 对然后一样就是维生素A加油 会比较溶解的出来 它不是红椒喔 不是红椒 不是是番茄 对 对 用心良苦 红椒的话有维生素C 但因为维生素C怕热啊 就是受热就被破坏 所以我就挑有维生素A的番茄 这样子 对 牛肉因为我是用牛肉片 比较容易熟 好香喔 它比较容易熟 所以就用片状的 其实这道料理应该男生会特别爱 因为男生喜欢吃肉 对 好香喔 那怎么办 如果我是不爱吃肉的女生 我要如何抗感冒 因为我认识 像我婆婆就很不爱吃肉 要如何呢 留营养师 海鲜可以替代吗 蛋白之类的都可以 豆腐 煎豆腐 豆腐 豆腐比较可能没有那个 这是那个酒就是主要吃 那请问还有什么可以替代 蛋白之类 鱼啊 各类的鱼也都可以 鲑鱼啊 青鱼啊 整的那个都有维他命 也没有 青鱼就不是红肉鱼啊 对 它都会有那个维他命D 然后也会有C啊 这些东西在里头 好香喔 糖就加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 对 这道菜有加盐巴吗 没有 用蠔油 蠔油 对 用蠔油 我应该可以下蠔油了 它有点多 很大 这个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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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加下去 看起来比较贵 而且高占塔不可以太早加进去 对 就是一定要追扣 好 防感冒 番茄香菇炒牛肉 趕快来吃吃看 好香喔 你最需要多吃一点 这道菜是怎么样 预防感冒还是感冒的时候 吃比较好 好吃喔 平常就可以吃了 都可以吃了 好吃耶 就是要有营养素在才可以 好吃到不想聊天了 真的 我跟妳讲江医师呢 他刚刚刻意没有吃便当 我看上次特别期待这道菜 我问一下有没有觉得好吃 怎么样感觉 好吃 好吃 就很像在吃那种 大饭店的那种 太滑了 对 但是 感谢你给说 我觉得好吃 在你的心里有点夸张 真的吗 我想说是热炒店的那种 在中医里面九层塔 有没有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概念 它其实也算是热性的食物 我们可以看到这道菜里面 很多都是热性的食物 包含大蒜也是 牛肉其实也算是热的喔 然后九层塔也是 莫名符合中医的 所以我们就整个人吃完之后 就会热起来的意思吗 我们吃热性食物 就整个人热起来的意思吗 对 这样才可以提高免疫力 而且板件是瘦的部位 我特地调了一个瘦的部位 反正是瘦的部位 真的很好吃啦 来 大家来试试看喔 到底 不感冒的人 真的是比较健康吗 我们就看到一个新闻 我就觉得很疑惑 我外的新闻说 如果不感冒的人 罹患肺癌的风险 比较高 也就是说 不感冒的人 反而比较容易肺癌吗 这么多 这个其实 说法我觉得不是那么的绝对 要看他说 他没有那些感冒症状 背后原因是什么 像他这个案例 他的原理是说 因为我刚刚讲过T细胞 他除了说是当指挥官之外 遇到癌细胞 我有讲嘛 他也会自己去杀他 那像这样的病人 他讲的是说 因为他的可能T细胞 也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他的感冒 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在面对那些癌细胞 他也没有反应 这个就不好了 因为有些癌细胞 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 像我们这个岁数也可能 长出一些不对东西 可是在很小 一颗两颗的时候 T细胞就把它干掉了 是这样来的 但是 其实有些人不感冒 不一定是像什么T细胞 有些人很难感冒 像有些人就 新冠为什么不会感染 因为他之前流感也从来 都没有感染过 他天生的那种受体 就是希望他们有些 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 这就是天选之人 对 美国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他那种照顾新冠感染病 不戴口罩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 他也确实没有 有这样的人有 可是这种人是极少数 那当然 相反的 如果很容易感冒 那其实代表说 病毒对你的细胞 因为病毒 其实是会入侵细胞 有时候可能会改变你一些 DNA序列 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 重复容易感冒的 其实也是很容易有癌症 对 所以两种 我都是一样 过忧不及 还是说你维持在一定的 容易 有时候会生病一下 但是又没那么多次 这才是正常人 对 还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很值得探究 抱抱可以降低感冒的风险 就跟人家多抱抱 用抱 跟男朋友还是另外一半 还是外面的 你也可以跟外面的 就是如果你感觉说 你快要感冒 就是到外面去抱一轮 感冒呢 那个 那个 我看他讲的原理 其实我觉得跟感冒的 免疫反应是没什么关系 那还是一样 是一个身体的底子 因为跟人家有互动 就是那种血清素的关系 我们说没有血清素 血清素太低的人 那个人是白目 你为什么白目要看着我 然后听起来 就是说 就是说这种血清素太低的人 缺乏互动性 然后跟我们之间讲话的时候 他不会闻空气 他就只会 就你的那个字上面的 那个 那个 怎么讲 就是说那个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 可是他不会看你的表情 或是怎么样 所以你会觉得他是白目 那当然啦 就是说我们内分泌里面 就是说你 你不开心 或是说你比较孤单 或是跟人家互动性降得很低 你当然是会影响到全身的那个免疫力的功能 所以自然就是面对到疾病 当然会有受到影响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是 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内分泌机制 但是如果说是从感染的来看的话 英国又有一项研究很好玩 他说人互相拥抱 那结果呢 感染率还是跟一般拥抱的那个频率 是正常的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跟对照主是一样的 所以防感冒 报警处理这样子是不对的 其实应该是说啦 关联性不大 但是增加自己性情好的基础 间接增加你的免疫力 只能这样看 跟喝水差不多啦 小刘医师在中医里面 我们拥抱有个 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应该说 忧郁的情绪呢 会伤到我们的肺气 我们的肺气是我们自体免疫力的来源 天哪 这样你也接得上 真的啊 我想真的耶 好 来 请说你讲 这个《黄金内心》有写哦 古书里面都有写哦 忧伤肺 我们的所有的对外的免疫力 都是从肺的气里面出来的 所以请保持开心 可能是被我气的 你可能要让他开心一点 对 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他蛮多观念很正确 对 他一直被我打枪 所以他今天有点感冒 因为被 被忧伤了 忧伤肺 所以有可能开心一点 年免疫力就会高一点 所以应该让他开心 竟然连黄帝内心都有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发泡钉 这个发泡钉 你现在这个有每天常喝 还是说你在喝的频率是怎样 你有觉得说这个预防感冒 靠发泡钉有效吗 我真的就是临时抱佛教 我加很多发泡钉 可是你要把你的腿抬起来 然后酒去泡 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自己快感冒的时候 我就会喝个五六颗吧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大概三分三次 五六颗很夸张很多 一天五六颗 就会觉得会好 好可怕喔 是不是太多了 有点太多 因为剂量太高也不行 反正你们不是说多了 就排出去而已 没关系 对啦 可是像维生中心 如果超过两克的话 有会增加结石的风险 但平常我觉得喝是还好 我不会觉得不能喝 对 但我也不会觉得 要像蔡小姐这样 喝过多 对 不好的示范对不起 好 那我们一开始 跟大家来下的这个谜题啦 就是我们小刘中医师 跟大家讲说 他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三可跟三不可 现在就要揭秘了 如何预防感冒 这个中医的三可三不可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身体 还是要驱寒这件事情呢 让身体热起来的方式 除了刚刚吃东西的部分之外 我们可以透过泡热水澡 或是冲比较热的热水 连蓬头也可以 尤其是冲在我们背后 刚刚刮沙的这个地方 当你开始有一点觉得 有点症状开始出来了 沙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来透过泡澡这件事情 来帮忙我们提升免疫力 再来就是增加运动量也是一样 这边的运动不是说什么 在路边散步这种的 就是尽量可以让你自己 稍微有一点点喘的那种感觉 让身体流点汗 微微的发汗热起来的这个程度的运动 这样比较有帮忙 那再来就是呢 既然要让身体热起来 就尽量要少吃冰的东西 最常见到的就是什么 早上一杯冰拿铁 人手一杯 这个其实有点糟糕 尤其是在感冒的时候 那冰美式可以吗 那这个拿铁可以吗 拿铁跟美式的差别在于牛奶 后面有写到吃甜食跟吃乳制品 容易增加我们体内的湿气 表面上身体看到的症状就是 你的鼻涕会变很多 你的痰也会变很多 而且可能会变得比较浓稠一些 那最后包含水果也是一样 大部分的水果都还是冷的 性的水果比较多 所以大概感冒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尽量避免的 那我们还能喝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个茶给大家喝 这里面是紫苏跟生姜 然后还有加一点点蜂蜜 蜂蜜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调整那个味道 或是你家里有很多维他命C定 的话也可以泡一些在里面 不错耶 好喝耶 紫苏是活的那种紫苏叶吗 就是垫在寿司跟生鱼片一起吃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也可以用鲜摘的 就是人家生鱼片会配的那种 那个好买吗 那个其实还蛮好买的 超市有 超市有 就可以泡茶 然后综艺有干的是不是 干的 就是有晒干过的 有药房里面都会有些晒干的植树叶 你可以去买这个来用 可以去飞吗老板 好喝耶 好喝耶 然后还有生姜也是活的生姜吗 生姜 生姜就是活的 不是说晒干的那种 切下去有汁的那种 要切下去有汁的 切下去有汁跟没汁在于 切下去有汁的 它会让你身体排水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你的分泌物会散的比较快 你的鼻涕很多的时候 或是你的痰很多的时候 你吃一点生姜 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而且这个没有什么饮食的禁忌 对不对 没有说谁不能够喝 还是说不能喝太多 因为这几个材料它的性都还算蛮温和的 不会到很大热 所以平常喝也不会怎么样 好 今天的健康诊疗关键制是3 为什么呢 想想看我们人难免还是会遇到身边有代言者 造成会生病 但是如果你免疫太差 一年超过三次 其实也太夸张了 因为你一年大概就是有12个月 那你三次就是代表你每四个月 就要被感染一次 这个也太多次了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有所谓虽然说这个观念不一定对 就是所谓的无敌猩猩 就是说你感染过后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是不用担心感染 因为你的免疫力是刚刚前 代表你的T细胞作用也很旺盛 那基本上 如果说你过了这段期间 他马上又被感染 你可能要检讨自己是说 是不是很喜欢去那种 就是换季的时候 去人潮很拥挤的地方 那种传染者比较多的地方 或说你无可避免 你是在医疗场所 高风险的地方去工作 像很喜欢去耳鼻喉科 那其实是太爱去 那边又是排队 这蛮为患话 那个要小心是群聚 对 任何的呼吸道传染疾病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基本上 一个人免疫力正常的话 一年大概是感冒一次两次 当然如果你完全没有感冒 也可以 就代表说 你可能预防针 你有打 疫苗你有打 那你是在公共卫生的习惯上 你有配合 把感染几率降到最低 这样子是最好的 所以尽量不要超过三次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免疫力的表现 那像 刚刚老医生 有特别讲一个好观念 不要以为你感冒 就是吃了无敌猩猩 我们说这个感冒 统称感冒 有好几百种的感冒 不一样的感冒 你感染了这一次 你可能还有这个 No.98 98这个感染完以后 就No.110几 你会不停的感冒 就像我一个月内感冒了三次 我就要好好的检讨 我应该要好好看我们的节目 好好读我们的资讯 我们的健康零距离 会一直提供大家 如何提高自己的自愈力的方法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生病 不要感冒 然后好好的拥走 让大家都可以告别所谓的 破病机的日子 恭喜大家健康零距离